好,來到我們這一個Hong Kong Business Environment最重要的一個項目 各位同學聽說是最重要的 這個項目呢,Factors affecting business decision 是在我們DSE來講,經常出的一個題目 它的出發來講,都會出小問題 或者在做PaperOne的EMC 主要很多時候都會考這個小問題為主 所以有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那些Factors的名字 我們要記清楚了 特別是這些Factors,我們都會說是一些外在因素 並不是公司內部的一些因素影響它的決定 而是外在的因素 所以我們看看有幾個Factors呢,我們逐個逐個去看看 所以記得Factors的名字很重要,所以記得要背 好,第一個Economics Factor Economics Factor就是外在的經濟因素 如何影響我們生意的決定 舉個例子,比如說Wages Level 人工,每間公司都要請人 所以當外面的Wages Level是升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說如果人工會升的話 那你的Course都會跟著升的了 那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來的,對吧? 那下面有一個例子看看 那他就說回經濟州做了一個的 那究竟你所謂的高人工可以去到多盡呢? 那當然我很明顯看到現在其實 人工來說當然就是 紮鐵工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對吧? 那但是問題是你可不可以做到那份工呢? 那又或者可能你讀了很多書,你想做一個記者 那但是人工其實是不是真的那麼高呢? 那究竟你為了理想可以去到多盡? 或者你為了一份人工可以做到多少呢? 那我們說一間公司記得,一定要請人的Normally 那我們說出別人工高了,那你的Course都要高一點了 好了,第二個Rental Level Rental Level,就是Rent Level 就是你所說的那個租金,對吧? 租金來講香港呢,算高的 那看看,2013年做了一個的調查 我們說2013年香港銅鑼灣的赤價是全球最高的 那所以,如果你這麼幸運在銅鑼灣開店的話呢 那你就要捱貴租了 那所以我們Rent Level增加呢 其實呢,也都是一樣啦 都是會牽涉到我們說跟那個Course是有關的 好了,第三方面,Business Cycle Business Cycle來講呢,就是經濟的周期 經濟周期呢,我們就說跟外在環境因素很有關 那當然,如果你說你那個當期的經濟是BOOM的 BOOM就是代表好景啦,我們說 就是比較繁榮一些啦 那這樣的話呢,你自然其實你的生意呢 都會好的,但如果不是啊,你是Bain的話呢 那不好意思啦,可能你要面對一個想法就是 有沒有機會需要裁員啦,或者要剪人手啊,剪預算等等啦 好了,那這個Economic Factor呢,就講完了啦 那我們去下一版看看啦 第二個,Teleological Factor,科技因素 我們做生意來說,現在尤其是你知道 互聯網呢,其實都基本上是不可缺少的啦 特別可能你做一些Online Promotion啦 又或者做其他一些互聯網在網上做一些交易 那其實我們呢,都會牽涉到Teleology的 那我第一個,譬如舉個例子,可能IT的Application IT的Application就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Application 那你很明顯看到這個Case呢,這個例子是做些什麼的呢 這個就是在說Visa Visa,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不知道 有一個叫Visa PayWave 就是一張信用卡呢,其實是可以 嗯,就這樣好像八德香那樣一刀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給到錢,那不然它就沒刀一聲啦,對不對 那但是它是可以應用到這件事 那所以說,新科技的出現呢,其實是會令到 我們特別是在交易上面呢,其實是一個便利 帶來一個的 convenience 行不行 好了,第二樣,我相信這個見到這個公仔呢 各位同學呢,其實現在都趨之若好了,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不是見到那些韓國的明星啦 這個見到這個這樣的公仔一定就想起Wi-Fi 那Wi-Fi都是其中一個對於我們來說很重要的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就是一個在交易,嗯,溝通上不要緊要 特別是你做生意都會,譬如你可能有Wi-Fi啦 或者你那個Internet的Network啊,我們說 那究竟是不是穩定的呢? 那有沒有Internet呢? 特別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呢? 特別對於現在做生意來說 那所以,究竟你在外在,即是說你那個地區有沒有 InternetNetwork有沒有Wi-Fi的呢? 那這個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啦 Transport Technology 那現在我們說的是運輸啦 運輸來講,究竟你是不是在一些山卡啦 都偏遠的地方開廠,然後需要運輸 運出去,你的貨品才可以運到出去呢? 那究竟你有沒有一些,呃,譬如那個禮節 你可能會出了一些新型的船啊,或者新型的飛機 令到你運輸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快了呢,譬如你有子彈貨車的,即是高鐵,對不對? 那這些都會令到你那個做生意的那個 運輸的成本其實都可以去降低啦 那所以第二個你要知道的因素呢 就是Teleological Factor,可以嗎? 好了,第三個了,Cultural Factor,就是文化上的因素 我們說很重要的跟它的Taste和Preven of Consumer 是有關的,或者Customer 那在不同的地方呢,其實我們有不同的文化啦 那可能在食物上面會顯而易見一些的 譬如,這裡舉個例子,可能你是說 大家都是賣Burgers的 那可能你在India,你要有不同的Burgers 在納斯蘭,或者甚至在South East Asia 即是中東的地區,它有這個McRice Burger 或者你去到挪威,那有些叫McNicks Burger 或者在中國大陸有Burgers 你會見到有不同的跟隨著顧客的一些口味的轉變呢 你會影響到你的什麼呢?影響到你的products 你賣什麼跟它們的直接有很大的 直接文化上或者口味上有很大的關係啦 第四個,第四個就是Physical Factors Physical Factors是我們在說自然的地理因素 那我講到明是自然啦 那這個是第一個 那當然是跟自然的環境有關啦 那這幅圖其實是顯示在哪裡來的呢? 這個其實是杜拜來的,OK? 那杜拜它是中東的國家,有豐富的石油 但是它利用它的天然資源其實就是它的沙漠 它沙漠那裡建了一間酒店出來,OK? 那你可以拿到酒店,即是那間酒店拿到它的景觀 有很特別的環境給人體驗一下這個不同的住酒店的體驗啦 但是其他地方是沒有的,所以它就拿到天然的資源,天然的環境啦 好了,第二個,你問Physical Factors 那又是自然的呢? 那其實能不能人工都可以的? 那所以你看看,這裡就說Infrastructure啦 Infrastructure 即是建設大型的基建 那大型的基建,舉個例子,譬如說Electricity Supply 即是電力的供應 那這幅圖顯示是哪裡來的呢? 那這個呢,就是印度 印度其實長期都面對電力短缺的問題的 那所以你如果舉個例子,如果你在那裡開廠的話呢 那你就要留意,它那個電力的供應是否穩定 那所以究竟是不是Stable啦,這個 就是那個,我們叫那個Stability啦,行不行? 那穩定呢?那會不會經常斷電,經常斷電 那你就很嚴重啦,對吧? 就是你會影響到你那個Production的Process,對吧? 好啦,那就到第五了,第五就是Social Factor Social Factor就是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跟之前說的Cultural Factor有些不同 之前Cultural Factor是說Consumer Pace and Preference 這次這個是社會,舉個例子 譬如說說Age Distribution 人口分佈,人口分佈怎樣影響到做生意呢? 如果你回看,可能你讀地你會讀過這些Age Distribution 我們說其實Labor都有那個Sickling的Range 舉個例子,可能是我們香港可能是做16歲或18歲以上 你才出來做事的,那去到多少歲的地區 大概可能去到65歲之前你會退 那所以你看看中間這一段,究竟 它那個人口的是不是佔比較多呢? 那如果人口佔的比較多呢,其實 就會影響到你那個Labor的Supply,OK?行不行? 那如果不是,可能你那個地區已經人口老化了 其實根本上沒有什麼適合的Labor給你 變成了你就會影響到你那個努力的供應 好了,然後到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Ability,當然就是跟一些 其實會跟一些什麼有關呢? 服務業很有關係 可能你那個行業是做Tourism的 那你可能需要一些精通多國語言的人才 又或者你甚至是做翻譯的,那就更加了 那其實這一幅圖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講究竟Thank you,即是多謝 或者你在不同的語言顯示是什麼呢? 那你問我呢,我就只會這個 Thank you 和這個謝謝 那其他那些就可能你去查一下 那你將來查到給Mr.Saman 知道是怎樣讀了 好了,那我們再下去,四、五都說了 就去到六和七了 那我們其實只剩下兩個 那我們總共的Factors是說呢,只有七個而已 那你最緊要記得呢,我們通常考題目來講呢 基本上呢,最多或是maximum OK? 會問你三個的 那你問是不是只記三個呢? Sorry,現在呢,題目呢,很多時候都會是有 specific一個問題 譬如舉個例子,我一定要你回答這個Political Factor 那不要忘記了,你一定要記了,OK? 行不行? 那我先說一下 Political Factor來說呢,我們就說都簡單的 那最緊要記得 Political Stability 即是說政治的穩不穩定 那會不會經常地區有示威啊? 有Protest啊,OK? 不是Protect啊,OK? 那Protest,即是說一些遊行示威的呢? OK? 會不會經常有人出來舉了旗 那示威這樣就搞亂社會呢? 那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那商家去不同地方做生意都會考慮人生安全 或者會政治很動盪的呢? 那甚至說句不好聽些是會有戰爭的 那你就真的出事了,是不是? 那可能未必有人會去做生意了 那第二個就是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country 那可能譬如說這幅圖是舉個例子 就是說,這裡是說美國和北韓的 那所以如果舉個例子 可能你是一個美國人去做北韓做生意 那就很大機會甚至不讓你入境了 讓你入境都未必做到生意了,是不是? 那... 所以這個就是兩國之間的關係呢 其實都會影響到究竟 你那個... 又可不可以在那裡順利開業做生意了,對不對? 那是不是很tense呢? 他們之間的關係 好了,到最後legal factor legal factor都是容易的,法律上的因素 我們會去考慮究竟licensing的問題 即是牌照的問題 舉個例子,譬如這一張呢 其實就是... 我們的商業登記證 如果同學有印象呢 在中三不就你都學過 我們說superpartner也好 partners也好 或者limited company也好 都要拿到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的商業登記證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因素 又或者可能你是開其他生意 舉個例子,可能我開賓館,開hotel的 那你有其他的牌照 又或者你是開餐館的 那要有其他牌照 所以我們說所有東西其實都要有license的 OK,license就是有那個牌照 一個執照這樣 好了,那...regulation regulation也是另外一個可能常見的一個point 那... 在這個圖來講呢 其實它就是講一個copyright International properties 即是知識產權 那究竟你做的事情會不會侵權的呢 譬如舉個例子 可能很久之前有一則新聞 就是說 有一間法刑屋 它用了某個知名品牌 好像是LV的一個特別的圖案 它格仔的圖案 有一張椅子 那它就拿來當招呼鞋給人坐 誰知道就被LV告上法庭了 說它侵權了,OK 那... 又或者可能是... 究竟你用... 譬如舉個例子 你可能很喜歡Hello Kitty 那你用一個水瓶 究竟是不是有那個... 好像一個... 對了... 不是... 不是想要激光劍 對了... R自然有一個圈 這個標誌 這個代表著 你那個東西已經是register了 那有沒有呢 那... 所以你用的時候呢 就要很小心了 那特別是如果你想生產某樣東西的時候 你查清楚 究竟那樣東西有沒有專利啊 有沒有Payton啊 Payton啊 看到這裡 就是... 這個字啦 Payton 你那個商標有沒有註冊呢 Trademarks有沒有註冊呢 等等 所以這些都是... 需要牽涉到法律的一些因素的 那我們說到這裡呢 記得有七個... Factors 第一個是Economic factors 第二個就是... Theological factors 第三個就是... Cultural factors 第四個呢 就是Physical factors 第五個呢 Physical factors 第五個就是... Social factors 第六個就是... Political factors 第七個就是... Legal factors 當然你看到Mr.Saman 背得這麼...熟的就知道 我讀了好多的東西 熟了好久了 是不是 那當然你們的未熟 就記得背了這七個Factors OK 那記得至少要記三個 還有我們的答法會在堂上呢 會再跟你說怎麼寫... Sort question 怎麼可以寫得更加好的 那這裡你先先理解這個概念先